大家好,歡迎觀看電腦王阿達的開箱報告 這一次呢是非常特別的 我們拿到了目前尚未上市的一台 DJI口袋相機 我們拿到這一台相機的包裝的時候覺得非常驚訝 因為它的尺寸真的非常非常的小 比想像中小很多,那到底有多小呢? 我們現在用iPhone XS Max來直接看一下它的尺寸是有多大 這一台相機的盒裝只有這麼小而已 它是 DJI最新的一台雲台相機 其實就是OSMO Pocket 就是讓你一台讓你可以放在口袋裡面 當然每一個輕便型的相機都會這樣子主打 可是這一台真的是非常非常小台 你看iPhone XS Max放在旁邊 居然跟手機差不多大 我們現在直接來開箱看看吧 那先看一下盒裝好了 那盒裝看到OSMO Pocket 然後可以看到它的尺寸應該是非常的小 很期待等下開箱以後實機的樣子 那側面的話就是 DJI的LOGO 下面沒有東西 上面就是一個勾環而已 搭配最新的APP是 DJI Mimo 那是 DJI口袋雲台相機專用的一個APP 就是 DJI Mimo 然後它是專門給這一個OSMO Pocket用的APP 那我們等一下會來連線看看要怎麼使用 那我們現在來拆封囉 那我們現在簡單來拆封囉 把它撕開來 應該就可以正常的退出 好上下都有 那我們現在可以拉出來 OK 然後這個 這裡面有一個東西 資訊 就是你可以上網 註冊啊 掃碼 掃碼 看到非常小台的一個造型 有保修 然後可以防止 進水啊 摔落之類的 應該就是 DJI Clear 可是它是 OSMO Shield 應該是OSMO專用的一個 架構保修的功能 那現在的重點就是 相機本身啦 這個盒子可以看到有一個 凹凸的設計 然後側面 背面都是全白的設計 那我們現在打開喔 哇 真的很小一台 它直接附上了一個 保護殼吧 這個是保護殼 我們先從配件看起來 拿出來了以後 可以看到 它是希望你把相機 直接就是放進去裡面 收藏 收納 然後呢 這應該是傳輸線 傳輸線看起來 應該是Type-C吧 對 是Type-C的傳輸線 然後 這個是什麼轉接頭呢 OK 這是轉Lightning的 轉接頭 這個蠻特別的喔 之前 這是 應該是轉iPhone用的轉接頭 可是應該是有線連接用的喔 然後 這個 哇 Type-C的 轉接頭 一樣 應該是有一個 專用的接點啦 還有一個說明書 教你怎麼使用 裡面有一些 使用的方式之類 這個我等一下再研究了 那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相機的本體囉 拿出來可以看到 它其實就是一個小三軸 非常小的三軸 然後 真的 這個 這個三軸非常像那個 空拍機的 相機的感覺 然後呢 這邊有一個螢幕 可以看到 首次使用必須連接手機 然後這邊有一個 兩個按鈕 然後這邊摸起來的感覺 下半部摸起來感覺是很防滑的 那可以看到 這邊其實是可以 喔 可以滑出的設計 那現在剛剛的這個轉接頭呢 應該就是從那邊滑進去囉 從這邊滑進去 就可以用了吧 對 哇 這設計蠻特別的喔 那你這樣滑進去之後 應該是直接可以接手機就可以用 我們可以先拿手機來看看 手機 這樣子 這可以接上了 那我們等於可以直接這樣使用 照理來講這樣應該會開機 不過 沒有動靜 這是一個蠻特別的設計喔 你可以因為這樣子 直接轉接 別台的手機 那你如果Android的話 就是用這個 直接轉接Type-C 我覺得是一個相當聰明的設計 那我們看到另外一邊 這一邊就是完全是空的 這個雲台 唉唷 不是360的 接近360啦 到這邊好像角度 比較有一點差異 對 然後 用的時候應該是這個樣子 那 這是一個小三軸 非常小的三軸 應該就是 很像空拍機那個 尺寸 那背面的話可以看到DJI的logo 側面可以看到 有一個Micro SD的記憶卡槽 那可以看到 底部是USB Type-C的一個接頭 我們可以直接 用它們配件試試看 對啊 是Type-C的一個接頭 可以拿來充電啦 然後摸起來的話 就是一個比較硬直的塑膠 只有這邊的話 是比較有手感的一個設計 那拿起來大概是這種感覺 很小 非常小 我現在 拿一些東西來做一個比較好 OK 那我們現在直接拿來了 我覺得非常像的一台 就是我的DJI SPARK的空拍機 可以看到 這是它的雲台設計 那 我剛才也把這個 研究出來怎麼塞進這個配件了 它這邊有寫 可是 收的時候還是 因為你這樣看它 你會以為是直接垂直的塞進去 可是其實不是喔 是 你看這樣拿出來 是 你在收進去之前 必須要往側面移動 就是 現在是這樣子嘛 就是要使用的狀態的話 那收納的時候 是要這樣轉進去 那我們現在可以看 現在直接比對一下 就是 亮台 長度的話看起來其實差不多喔 有點像 你看這樣 有點像是裝在 好像類似裝在空拍機上面的感覺 那 你看 鏡頭本身 它 它應該是比較像是那個 DJI Mavic Air的 鏡頭啦 不過你可以 稍微比較一下就知道 就是 它的鏡頭其實真的就是 應該就是 空拍機上面下來的鏡頭 那 之前的OSMO 是比較像DJI高階型的 這個 空拍機上面的雲台 那 這一次的話 它是直接把 比較小型化的 雲台呢 拿來使用 這次 在開機之前 我們先來聊一下規格 那規格方面呢 這一台 OSMO Pocket 它的 呃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這應該是DJI 少數用上的 就是 4K 60fps的 錄影規格 然後呢 它的錄影時間 可以到達 1080fps 我記得是到 140分鐘 就是兩個多小時 然後 官方說法是 4K 30fps的時候 是可以錄到 兩個小時 所以它的電量 算是非常的OK 然後它的感光元件呢 是 1.55μm 就是 然後是 1.23的 英寸的感光元件 那很直接的感覺到 就是它的對手 應該就是 GoPro了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GoPro的尺寸 跟它的尺寸的比較 這個是我的Hero5 接下來呢 還有我們的 評測文章呢 會 直接拿 穩定性非常強的 Hero7來做比較 那 這是很有意思的 一個對決喔 因為 Hero7呢 它是講它是那個 穩定器的Killer 就是穩定器殺手 然後呢 DJI就出了一台 基本上規格 跟 GoPro幾乎差不多 然後呢 是採用 三軸的穩定器 一個設計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它Size的比較 這是 真的很小台耶 我們很好奇 這台拍得出來 是怎麼樣 那開箱呢 大致上是到這裡 下一段我們來介紹 OSMO Pocket的功能 好 那我們來啟動看看 那在 啟動之前 我們先把這個 保護膜把它撕開了 鏡頭上的保護膜 撕開 那我們先大致看一下 相機本體啦 然後這是電源開關 這是錄影鈕 然後螢幕的話 是觸控螢幕 那我們來開機看看 開機它會做一個 三軸的矯正 那你可以看到它 這個時候已經有 三軸的效果了 然後可以在這裡選擇 OK 然後第一次使用的話呢 DJI是說必須要連接手機使用 所以我們就接上手機來用 來 那初次使用的話 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 激活的一個設定 然後 就是要選擇啟動 然後下一步 那我的帳號是已經設定完了 現在就是開始 啟動這個 OSMO Pocket 啟動了 然後會有一個教學片段吧 嗯 然後我現在等於是可以 直接使用 OK 它在介紹怎麼用 可以從左邊滑入這樣子 右邊滑入 底下也有介面 然後回正的話是從 觸控螢幕上面用 然後可以直接人臉跟水 然後可以直接人臉跟水 那我來介紹 裝起來以後使用的方式 那從這邊可以看到 你的 在裝起來之後呢 就是裝了lightning之後呢 這裡 觸控螢幕的部分 它是沒辦法使用了 右邊這個按鈕 還是可以用來切換影片跟照片 那這邊是按 就是按下去就會開始錄影 那介面的部分呢 可以看到 目前的話是簡易模式 它其實跟空拍機很像 那 這是回到Home 然後這一個是 剛剛 就是可以從這個螢幕上面設定 就是它轉向的那個靈敏程度呢 跟 你要怎麼樣用這個雲台 畫質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就是有 4K啊 然後 60fps 30fps 那1080fps的時候 可以選超高 那它有說會增加發展的 那可能就會 比較耗電一點 側面這個地方 那有全景拍照 然後照片 那這邊也可以用 直接用滑動的 照片 然後錄影 跟延時攝影 延時 軌跡 然後 可以設定幾個點嗎 那你設定的點就是說 你可以用這個移動 先 移動以後 然後選定一個點 然後再移動 選定另外一個點 那如果是在 直接用 OSMO Pocket的話 就是說 你可以直接移動雲台 它會固定住 然後你就選 加 在設定上面也可以選加 我等一下也可以示範啊 那 開始執行它就會開始做 移動延時的攝影 可是因為沒有那個腳架配件 所以我們就 移動攝影 可能還要再找個地方吧 因為必須要把 這個Puget放在腳架上 或者是也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解決 呃 手機的腳架 然後夾著 然後再放這一台 夾在靠在上面啦 這是比較 客難一點的方式 回正 然後按這個是 自拍 然後這是 搖桿 可以直接在這邊使用搖桿 這是 OSMO之前 之前的OSMO是用 Wi-Fi連結 然後一樣是可以 就是手動控制這個 那你等於是 無線模組應該也是可以支援這個功能 简易模式的時候 現在你看 它是簡單模式 像是那個 空拍機的介面 它也有一個高級模式 那高級模式之下呢 你可以選定說 你的畫質 這前面也可以啦 畫質 那我們 我們試用的結果是 設定MOV的時候 沒辦法匯入iPhone iOS 所以說我們選了MP4 可以用 然後白平衡可以選擇設定 如果你熟悉就是 DJI的空拍機的話 應該是可以很快上手 然後有抗閃爍 室內的閃爍 那音量調節 你可以選擇手動 對 它錄影的時候呢 上面我記得是會有 我們現在錄影 上面會有一個那個音量顯示 就是我現在講話聲音這樣子 然後麥克風應該是在機身上面 降風罩就是說 如果外面有 就是你在室外用的話 可以使用 那過曝提示的話 就是在 比較亮的部分 它會顯示就是 斑馬紋 然後再來直方圖 直方圖的話 你可以 也跟空拍機一樣 你可以選定你要設定在哪裡 放在哪裡這樣 那你可以看到曝光的狀況 那 另外一個是對焦 對焦其實蠻好玩的 它LFC 那它的對焦速度呢 撐不上非常快 可是 也還可以 就像這樣這樣子 那 再對近一點的地方 對 那 AFS的話就是說 你要點了以後 它會對焦 然後它就會鎖定這個對焦點了 那 一般以往 你用那個Mavic的時候呢 有些 有些人會在 飛起來 飛起來以後 先暫時先 對焦對待無限遠 然後再開始使用 那 那 以OSMO Pocket來講的話 我覺得對焦 就目前使用來講 還算快 所以 可是你如果是希望能夠 保證就是 對焦有對準的話 那可以就是切換到AFS 那你就是先 對好焦 然後開始錄影 那你如果就是 需要突然對焦近的話 你再去對近的那一個 那 AFS的話就是完全交給 相機本身來做 高級模式的話 在這邊也多一個 其實也是跟空拍機一樣 就是多一個 可以手動曝光的功能 那你 一般的話 AUTO的時候是可以 加減EV的 加減EV 那你原本 你可以在這邊做加減 對 然後你對焦 然後可以加減EV這樣 然後可以看一下 過曝是怎樣 過曝的時候 你看到有斑馬紋出現了 對 然後 這部分的話是可以這樣使用 然後可以手動曝光啦 然後 手動曝光可以調 ISO跟快門時間 那 光圈固定是 2.0 它還有一個 我覺得是 大家會比較常玩到的功能 就是它隨時隨地 可以啟動那個 自動跟隨 對 那我現在就是 我手機這樣轉 那還是會 鏡頭還是會 一路一直跟著它 對於你如果想要自拍 自拍影片的時候 會很好用 就是它會自動幫你運緊 可是這功能有一個問題是在於說 就是 你如果是想要有構圖的話 就會比較麻煩一點 就是 我記得是 沒辦法 移動構圖 它就是會在正中間 最後再講一下介面吧 那 這裡你可以看到 它是手動曝光的那個指數 然後 左上角 可以看到 可以錄影的時間 2小時多 就像4K 30fps 那剛剛說 這個跟隨模式呢 是在 4K 60fps的時候 我記得是無法使用 然後你如果是在 進階模式的話 它會多很多 格率 就喜歡電影感 電影那種質感的人 會想要用到的 然後 25 30 48跟50還有60 那我切到60的時候 它就會關掉了 它就沒辦法用那個 跟隨 它跟隨有一些限制是存在的 對 OK 現在就是 直接這樣子使用 所以 從上往下是有設定 就是直接用點的來 選三段的亮度 然後就是看照片 設定 可以 校準 然後可以 陽斧軸控制 然後電池 跟自動關機的功能 可以換頁 可以換頁 然後儲存空間之類的 配件 配件的話 它是有無線模組 所以無線是要另外選配的 然後 撥感 然後 搖感 更多 然後可以重置 可以選語言 右滑進來 是 是 拍照模式 靜態延時 然後錄影拍照 這些功能都在裡面了 然後從下往上滑的話 是 雲胎鎖定 所以現在是鎖定的狀態 這要競選單選了 然後 這是回中 跟隨裡面 是選擇靈敏度 現在的話 速度就變快 變慢 OK 對 這還蠻自覺的 那這是可以自拍 你要做Vlog的話 就是可以直接這樣 這樣就可以直接開始聊天了 那以上就是我們的 Osmo Pocket的介紹 有些朋友可以到我們電腦網 打開網站 然後看到 更詳細的測試 那 謝謝大家